大家好,这里是读摄电影的小马 从前方带来阿凡达2的第一首观影感受 是的,它终于上映了 我是昨天去看的Zinity厂 虽然点一票价并不便宜 但基本满足 先说结论,知回票价 不时延续了第一部的背景 五年后的潘多拉 杰克成为潘多拉星球纳美族一方部落的组长 与其子奈地利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然而天空人的再次出现 让他们的田园生活出现危机 首先大家最关注的 电影好看吗?好看 尤其是画面 成熟的技术带来了视觉享受 如果你恰好看的是大屏幕 并且坐在靠前的位置 那么每个画面都会非常扬眼 让你有种沉浸感 为了完成画面的渲染任务 制作公司Water Digital工作室 用6000个处理器渲染了一年之久 所以每一帧 你都能感受到经费在燃烧 阿凡达2的成本大约在28亿人民币 简单做个计算 193分钟的电影 平均一分钟就要花1450万 从个人的观感来说 特效确实以假乱真 不论是陆地上的场景 还是水里的动作和画面 都真实地像旅游宣传片 说完画面 进一步讲大家关心的 故事怎么样 总体来说也是过关的 十三年模一剑 最终呈现的是 非常工整的好莱坞剧本结构 虽然电影已经超过三小时 处于挑战人类旁观的极限了 但一直在憋尿的我 竟然也找不到什么 中途开溜的机会 如果要做更好的观影准备 我会把电影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 出场 在这部分你会看到 所有主要人物的出场 和大致背景梳理 如果你和我一样 已经把阿凡达伊的剧情 忘得七七八八 那么这个阶段 你可能是在努力地记住人民 以及拼命回忆 上一部到底说了啥 反而故此失彼 所以这里我会建议 干脆放弃太多的思考 去感受画面的美妙 同时为后面的剧情做好准备 这里主要人物清单这件事 就交给我们来做 你只需要记住 主角杰克萨利 他的妻子奈蒂利 他们养育的子女 大哥内特亚姆 小弟洛阿克 小妹塔蒂利 格雷斯博士遗留的养女琪丽 麦尔斯遗留之子 蜘蛛 他们一区的部落首领 特诺瓦里 大祭司 凯特温斯莱特演的罗纳尔 以及我们的大反派 麦尔斯上校 芝阿凡达版 看是不是一点也不难 二 沉浸 这一部分你会沉浸到故事里 剧情也转到主要人物线的对决 麦尔斯和萨利 潘多拉和地球 纳美人和人类 可以看出剧情想要交代的很多 比如 萨利家移居海洋部落 梅特卡伊纳 核心的零售伊鲁 图昆等发生的故事 小儿子洛阿克 与父亲的感情成长线 格雷斯博士遗留的女儿 琪丽 与圣母艾娃之间的联系 对于阿凡达这样庞大的故事体系 电影努力把每一条线都融合在一起 尽量展现出每一个碰面的完整性 描绘了一幅海洋世界 生动的生态图谱 你可能会觉得有太多细节 要去感受和梳理 但也可以像我一样 重点沉浸在一个故事里 比如整部电影的重要主题 家庭 虽然这确实是老美大片常用的模板 萨莫里侠拯救世界 保护家庭 保卫家园 所以剧情没有太大惊喜 但这条线确实也和后面的高潮结尾 情谊相连 和第一部类似 就是上肖曼尔斯和萨利的大决战 这一部分除了惊险的动作戏 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一种熟悉感 这场打斗从日落进入夜晚 再从夜晚奋战到黎明 打斗的主要场景 是一艘沉默的巨轮 你会想到什么 是的 泰坦尼克号 在观影途中 前作熟悉的旋律总会一边又一边响起 就像我当时听到 My Heart Will Go On那段旋律一样 搜了搜新闻 电影原本就是泰坦尼克号的 御用配乐师操刀 但它却在2015年坠机身亡 而2022年接棒的作曲家 西蒙·弗兰格林 同样也是当时 My Heart Will Go On的制作人 怪不得这么熟悉了 除了音乐 在这个段落 随着激烈的动作戏 曼尔斯上校和萨利的疏悦要怎么解决 两个人和他们后代的关系 又会怎么处理 但同时也会开启很多新坑 比如曼尔斯的儿子会如何成长 格雷斯女儿的父亲又是谁 但也不用急 毕竟这只是五部曲中的第二部 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电影结束时的一段回忆 既做到了首尾呼应 也把情感拉到最高点 最后戛然而止 还没看的小伙伴 可以注意电影开始时的镜头铺垫 提示一个关键句 A Son for Son 如果怕剧透 可以先忽略这句 好好去欣赏 然后来到最后的问题 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一定要先去洗手间 卡梅隆自己都预料到有人会吐槽 这片子太长了 但他表示 大家刷美剧竟然都能连刷五集 为啥看电影不能站起来去厕所呢 咱就是说 可以是可以 但你得给我中场休息的时间呢 不然我还真舍不得中途开溜 虽然时常对关影耐心确实是次考验 但你想想 这其实也是卡梅隆的机操 直观讲的话 上一次我感觉很长的院线电影是 新蝙蝠侠 当时我的感受是 困 好看 但是困 而相比多了近20分钟的阿凡达2 我的感受是 不困 好长 但不困 最后 在观影选择上 怎么买票 我们编辑部也为毒贩们整理了一些小建议 1.早买早享受 晚买能省钱 2.影院的选择上 A.想要试听画面双重的极致体验 可以买Cinity影听 它的优势在于 运用4K 3D 高亮度 高深率 高动态范围 广色域和沉浸式声音等电影放映技术 在分辨率和像素质量上 提高整体生化品质 但就我看的这场而言 屏幕感觉会小一些 B.想看阿凡达骑大鱼 在整个萤幕上飞来飞去的 就买MX3D 超大萤幕拥有的画面感 自然是无与伦比 而它的亮度和色彩感也会更逼真 C.想跟一家老小一起去电影院 感受一下3D效果 就买剧目 价格更便宜 在40到90区间不等 中国剧目 可以理解为是国内的MX技术 MX萤幕宽22米高16米 中国剧目的标准是在宽20高12米 虽然小那么一丢丢 但也能满足观众对于大的视觉体验 当然 如果你对画幅 深绿 清晰度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也有小伙伴仔细研究了 这三个维度的对比 给大家参考看看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喜欢阿凡达的观众们 卖票去感受吧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拖币转发 你手里圆圆的硬币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